文娟 两个人都是23岁 同龄 你们两个人同龄 但不同类 就是你们的人生轨迹 是不一样的 我不是说谁高谁低 只是境遇不同 你是追求生活品质的 因为你刚才说了一句话 品质高于生活 对吧 他是一直在苦苦生存的 他很厉害 我觉得挺不容易的 挺棒的 就很厉害的 正儿八经的找工作 正儿八经的打拼 能做到今天 这是你奋斗的结果 但是这就是两种不同的 生活的方式 生活的模式 两种不同的生活的圈子 现在我们遇到的问题就在于 抓住还是放手 抓住是是我爱你 但也是自私 你也承认你是自私 你上来你就说自己自私 一点也没有避讳 放手 是无私 但也是爱 同样是爱 就看谁选择自私 谁选择无私 但是有一点 人生的选择 自己做出的 用爱去绑架来的 人生选择 最后一定会破裂 你现在我知道你的内心很挣扎 学会让自己继续往前走 而不是束缚住别人 让他留在原地陪着你 你会变得很好的 就这样 谢谢老师 好 谢谢陆七老师 我觉得二位很简单的一个问题 就是彼此要的未来不同 在爱情的路上 有的时候我们就要犹豫 为了爱情 需不需要来放弃未来的发展 比如说出国也好 考研也好 这个本身没有对一错之分 但是在我看来呢 应该有一个标准 如果女生自己愿意 我放弃出国考研的想法 那我们可能会说 她为这片爱情 做了一些取舍 但如果从南方的角度 去限制她 未来的发展 来换取你们的爱情 在我看来呢 可能就不足为去 女生她有她的梦想 在学生时代来去看一个 上班的一个 社会经验丰富的同龄人 对自己来讲 是一个莫大的吸引 这是她梦想的一个点 但是呢 你这个点也仅仅是 其中一个点 因为她发现了 更高的一个点 可能是出国 可能是研究生 但其实我认为 她更多是一种投射 她自己选择留下来 那是她的决定 也是你的魅力 如果她想离开 拦你也拦不住 最后连朋友可能都没得做 所以不如顺其自然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来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